你 怎么成这样了 我不知道 我今儿去库房拿布的时候 就已经成这样了 霓裳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这是遇刺的布 要丢了的话 我全家都要坐牢的 早点要坐穿的 如果这样 白家就完了 霓裳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你先别急 这事不能生争 要是传出去 被上都知道 那才是真的完了 我 你昨日 把这布带去库房之后 可又回去过 我没有 没有回去 我今儿早上拿出来就是坏了 这布好好地放在库房 怎么会无缘无故被烧成这样 我哪里知道 我没有得罪任何人 我没有遇刺的布 我就不能去比试了 霓裳 我该怎么办 你别哭了 现在还来得及 来得及什么呀 遇刺的布都没了 来不及了 没有布 我们就自己做 霓裳 这样真的可以染出 和那块不一模一样的颜色吗 这是我家祖传的染色技法 虽不能说一模一样 可是不仔细看的话 是看不出来的 那这个白色的粉末 是干什么用的呀 这是固色粉 可是因为时间不够 效用不足 若下水的话 可能会大幅败色 那 那怎么办啊 现在应付得了一时 试一试吧 先过来眼下这关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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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宫 太过花俏了 第三位商户 你还是让人眼睛一亮啊 参见兰昭公主 袁大人 想继续 朝朝暮暮 似裙却如初 眼之泪如云 孔雀 我最喜欢孔雀了 这套好 这套好 不错 这件衣裳我很喜欢 好 你再一次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让我无话可说 好 下一位 还是短妆 不错 这件衣裳很别致 看来胜负已定 多谢公主殿下 且慢 这套衣裳 并非用御刺的赤布所制 细看便能发现端倪 还有此事 来人 在 在 当场查验 请 不错 这套衣裳 回禁公主 袁大人 此布的确不是御刺的赤布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私自调换御刺布匹 大人 民女的布 不知道被何人毁了 民女实在是无奈至极啊 你私自染布欺瞒宫市局 公然愚弄公主殿下和本官 你可知道这是何罪呀 回公主殿下 袁大人 白柔儿的赤布被毁 一时找不到布匹替代 霓裳为了帮她将白布染色 才能赶制衣裳 还请公主和袁大人责罚 你把白布做成了赤色 如不皆破 肉眼很难分辨 霓裳 你真有本事 这颜色虽是相近 但因为时间不够 顾色不稳 细看之下 还是能看出差别的 染汁配料工艺十分复杂 霓裳却在短短几日 将此布料染好 这布料是用荷物染出 我们不得而知 这染料里是否还有毒素 我们也不得而知 诸位 我们看事情 不能只看表面 就判断好坏 对 衣裳是穿在人身上的 如果有毒 可不是小事情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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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大人说得是 但这衣服是否有毒 还有待商议 霓裳 你这衣服的布料 是用什么东西配置而成的 公主殿下 口说无凭 还请允许民女 将染布的染料桶端上 为大家展示 你如何证明此染料无毒啊 是 是 资染料 喝都喝都 怎会有毒 就算无毒 但你的布匹 顾色不稳 浴水变了陷出原型 也算不上是上乘之作 况且 还有保管遇刺不利的罪名 说得好 衣裳虽好 却非原部所作 这已经破坏了笔事的规则 白柔儿 保管布匹不利 按律逐出竞标大会 永不录用 至于霓裳姑娘 包庇他人 同罪处罚 一并逐出 原大人说得是 但霓裳能把白布 染得语言不足处一者 如此人才 理应留下 为大您争光 公主殿下人心宽厚 通情达理 你要引以为戒 不要再犯 霓裳谨遵教诲 多谢公主 袁大人 此次织造二事 除白柔儿 因保管遇刺不匹不利 直接除名之外 其余几位 将顺利进入下一轮比试